大家好,我是旅行的乔德 德国米其林一行餐厅看似千片一律 但是每一家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和故事 这也是米其林评选给予星级餐厅的一个标准 今天我来到了德国南部 一家在巴伐利亚州和巴伐州之间小镇的餐厅 因为在这家米其林餐厅之内 你不仅可以吃到视觉和味觉双重冲击的米其林餐厅 因为在这里你还可以品尝到德国传统的炸猪排 十瓦奔饺子和洋葱烤肉 餐厅的金主以及主厨黑本先生说 虽然他们每一年都受到米其林星级的嘉奖 但是他们从骨子里仍然认为自己是一家传统的德国小酒馆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这家名字 另外也有一些餐厅 它在乡野之间 不一定有着光鲜的外表 但是每一家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 所以得到了米其林评审的青睐 而配合乡野和田园的气息 今天我们所拜访的这家餐厅也起了一个非常接地气的名字 他们叫做黎本先生的黎 这家餐厅位于巴登福登堡州的一个小镇 叫做什瓦奔霍尔 这个历史悠久的小镇是德国最古老的小镇之一 曾经因为制盐液生产而繁荣 可以追溯到中世纪 黎本先生的黎餐厅的季节性菜肴 都是由当地优秀的农产品制成的 厨师汉斯·哈拉尔德·黎本 他的菜肴独具特色 口味细腻 在菜单上你会发现经典的地中海菜肴 和具有亚洲影响的地区菜肴 这是因为主厨自己认为 他是一个热衷于世界性美食的米其林星级厨师 在1996年 汉斯·哈拉尔德和他的妻子阿内特 接管了自1805年以来一直存在的 这名叫做梨的小仓厅 而从小在父母的农场里长大 以及表亲戚们都拥有自己的屠宰叙畜处厂 所以让年轻的汉斯很早开始就对食物有着特别的敏感性 在接手这间餐厅之前 他曾经在这个城市的另外一家米其林一星餐厅 铁路餐厅中 以及位于斯图加特的一星米其林餐厅 Viland Hill中工作过 而这家餐厅之中非常与众不同的地方 是在餐厅中同时供应普通的菜肴 以及光鲜亮丽的米其林餐饮 也就是说 在同一个餐厅之内 有人身着西装、夹克 吃着高级的米其林餐饮 也有人穿着拖鞋和T恤 在吃着德国传统的美食 喝着扎皮 而在著名的餐饮杂志JRE的采访过程中 李本先生说 他自己喜欢从农场到餐桌的趋势 这也是他的风格 不仅如此 也正是他的DNA 如今的餐厅之中 李本先生带领着自己的儿子和其他的工作员工 在厨房里奋战 而李本太太和自己的女儿 以及其他的服务人员 则在外场工作 他们至今为止 仍然从李本先生家里的农场和屠宰场 进口肉类 用李本先生自己的话来说 谁说这些都是曾经快乐生活过的叙处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一下 这一家力求亚俗共赏的米其林餐厅 给我们带来哪些味觉上的惊喜吧 Morgens in den Nebel schaunt Mik frag, jak 밝 und wo das Leben bleibt Tee trinken,认试法, Astron Muslims K mend、 Cuba足够, 骨子 smallest Z争了一天 郎stadtschluchten ziehen mich ein es klappert hier und da ich spüle mir zu leben ein der Rimmstein stirbt ein Schwein ich hab ja mein Mund und meinen Fluss über den ich jeden Morgen geh in Bahnhofshallen groß und kalt ich gehe auf die Straße aus wo hin fand ich zu In餐厅的告别慕斯之中 结束这一次的美食体验 相比较其它米其林餐厅 三到四个小时的就餐时间 这家的就餐时间很短 上菜速度很快 我个人来说 不是很喜欢这家餐厅的风格 因为它缺少了一些米其林餐厅之中 服务品酒师和顾客之间的沟通 另外它也没有一般酒馆那种的接地器 但是美食的餐厅本来就是重口难调 否则它也不会得到米其林的家赏 我是旅行的乔德 我们下一次旅途再见